好了 咱们接下来讲这个channel 好吧 Glooting是一部分 Channel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咱们今天就讲Glooting和Channel 好吧 就讲这两部分 剩下的下节课再说吧 这个Channel比较重要 就是你单纯的将函数并发执行 它是没有意义的 对吧 你写一个软件 做一个程序 肯定是要完成某个任务的 这个任务可能分为好多个环节 在某个环节我可以让它并发起来 对吧 你单纯的让函数并发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都有什么意义吗 打印一个ABC 打印一个12345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在现实场景下 我们编写的程序肯定都是要做一些固定的任务 就拿说那个爬虫来说吧 对吧 它是有爬网页这一步 还有一个分析网页这一步 我要把这两步干什么呢 这两步是不是单独的可以并发起来 对吧 这两步单独可以并发起来 但是我要把这两步给它融合到一起 就系统的完成一个任务 一个大的任务 踏成任务 这才是有用的 但是函数和函数之间 我是不是需要交换数据或者传递数据 把我的输出传给你 当成你的输入来做 是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在并发模型里面有一些什么呢 有一些是通过共享内存来做数据交换的 大家定义一个同样的全局变量 对吧 我定义一个全局的一个Map也好 定义一个全局的对列也好 我把这个数据先扔给你 你从对列里面取 就是这样 对吧 全局变量的方式叫做共享内存 但是共享内存在我不同的Groot里面会有个什么问题 大家都去操作一个全局变量的Map 操作一个Map 会有什么问题 有的人要写 有的人要读 不同的Groot里面 10万个Groot里面都去征这一个Map 读写 这就会有一个数据静态的问题 数据竞争 遇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办 为了防止血乱了 怎么办 这就加锁 加锁的话就会干什么 就倒上了什么 就把一个并行的变成了串型 对吧 是有性能问题的 怎么办 你通过共享来做数据交换 是不是就相当于不合适了 所以说就引申出来一个什么呢 就另外一派叫通过通信来共享内存 对吧 就是他不是通过 他不是通过共享内存来实现通信 共享内存来实现通信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不同的Groot 访问一个共同的变量 这叫通过共享内存 来实现通信 对吧 他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实现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会有个数据竞争 大家就得加锁 加锁一边那边串行的 怎么办呢 我是想通过通信来共享内存 就是把我的数据是不相当于发给你 这种方式是吧 通一个管道一样的东西发给你 来实现一个通信 就是跨Groot 的通信 对 你这话问呢 可以拷费啊 但是呢我可以传指人呢 可以传地址啊 把一个变量地址传给你嘛 大家都是一个购物程序嘛 这样就实现了一个 既不占用空间 又能把数据传给你 不这样的操作吗 就是两个Groot 之间 你怎么通信呢 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在Groot 语言里面实现的什么 是基于channel就是这个通道 来实现一个两个Groot 或者多个Groot 之间通信的 我把一个Groot 的一个产生的一个结果传给你 你从别的Groot 里面是不是就能拿到这个结果了 是这样子的 之前大家想的都是什么呢 我定义一个全区变量 什么你改这个全区变量 我再去读这个全区变量 不这样做吗 啊就channel啊 Groot 哎呀 这个东西 Groot 是购物语言程序并发的一个执行体 那channel就是他们之间的什么 就连接 就相当于Groot 之间的连接是通过channel来的 那channel呢 在购物语言里面它是一种类型 也是一种类型 一种特殊的类型 channel就像一个传送带 或者像一个什么呢 对列一样 它是总是遵循先入先出 最先放进去的那个值 最先被取出来 能理解吧 那就排对的嘛 排到第一个的先进去了 然后它也是先出来了 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收发数据的一个顺序啊 这个通道呢 它是类型是吧 它是有一种一种特殊的类型 它这个类型就要求什么呢 就跟那个slice一样 它是限定了它内部存储的那个值 必须是什么 能理解吧 就是我这个通道里面传递的这个值的类型 它是有要求的 比如说这里面我挖一个变量 它是一个什么 channel就是一个channel channel 这个channel后面跟上什么呢 元素的类型 能理解吧 就相当于什么呢 来我们看一个啊 看一个channel的例子 就是零几啊 零六了是吧 你之前定义的那个slice切片 怎么定义的 没讲过 定义一个切片 不知道这个slice 它就是一个什么 这是表示切片的那个括号 后面加一个什么呢 不叫int 那我要定义一个channel呢 channel是不是一个channel 关键字嘛 这个channel关键字就类似于这个什么 这个通括号 可以吧 这个channel里面存放的那个类型叫什么 是不是int类型 这能理解吧 这样吗 可以吧 你说我这个b这个是一个管道 是吧 是一个小水管 这个小水管里面只能放什么类型啊 int类型 啊 就这个意思 它和我们的slice就是一样啊 就指定一下它元素的类型啊 需要指定啊 通道中元素的类型 好了吧 那接下来呢 channel它是一个什么呢 引用类型 啊 引用类型就是地址的 它只是一个带一个内存地址 它需要干什么呢 初始化才能使用 就需要开辟空间 对吧 今天上午是吧 还提醒你们 nil和make的区别 那make就需要用来干什么呢 是不是给那三个固定的类型来做一个内存的初始化 第一个是slice 第二个是map 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channel channel你不能这么直接用啊 我现在在这里面打印一下这个 打印一下这个b 可以吧 b这个量 中端中打开 6的 6 是不是就nil 它这个引用类型是过空吗 连内存地址都没有 我需要干什么呢 手动的给它分批一块内存 怎么分配啊 b 就得make一下是吧 等一个make make前面是不是写类型 就channel channel 里面是int 然后后面可以跟一个什么容量 可以吧 跟一个容量 也可以不跟这个容量 能不能解释吧 就这个啊 这样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相当于做了一个什么 就是通道的初始化 通道的初始化 可以吧 我们再执行一下这个程序 这个叫06 是不是有个内存地址了 对吧 最开始是 就是初始化之前 是不是就是一个nil 一定记得啊 通道要初始化才能使用 出始化才能使用 这比较关键的点 然后刚才我们写了声明 这个通道类型的变量 对吧 这个 通道 这个是 声明啊 这个要必须要重要 然后是通道 然后是通道 必须 出 实化才能使用啊 必须这个 使用什么使用make出实化啊 必须 使用 make函数 不出实化才能数 这个非常重要啊 记住了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把那make函数的那三个类型 出实化的那三个类型是不是都凑齐了 slice map 还有这个make 这个channel channel 这三个 好 再往下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呀 刚才要说的 创建一个channel的话 就是一个挖一个变量 是吧 声明一下 当然它可以存什么呢 int类型 可以存字符串 可以存布尔值 可以存什么 slice 都可以 都可以 结构体也可以 但是你要注意这个结构体 这个个儿就比较大了 和字符串一样 它的个儿是比较大了 你放到这个通道里面放1万个 那这个容量是不是就有点 太恐怖了 是吧 所以说我们都应该传什么呢 个儿比较大的 就传一个指针 传一个内存地址 同一个程序里面 我通过这个内存地址 就能找到那个变量 就不需要传这个拷费过去 可以吧 然后这里面说一下这个什么呢 就是初始化这个通道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指定什么 指定容量呢 就这个通道的这个水管 总共能放多少值 你像刚才我这个操作 这样的话就造的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没有 无缓冲区的这个通道 我如果说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16 这样的话就是初始化一个什么呢 就是带缓冲 带缓冲区的 缓冲区的通道 初始化是吧 这个叫不带缓冲区的 这个不带缓冲区和带缓冲区 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我这里面是相当于 可以预存16个值 就是你放一个里面是可以的 放两个也可以 放到16的时候 再往里面再放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得等啊 等别人取出一个之后 你才能往里面放 那这个没有缓冲区的呢 就跟那个 跑接力的你看过吧 4乘100米接力 看过吧 那个帮要交给你的前提是什么 你的有人是不是得接着 能理解吧 就传递规则 就是必须有人接你才能放 能理解吧 就没有人接你能放进去吧 你就只能在这等 能理解吧 就这个意思啊 就是必须有人收 有人才能发送进去 那至于这个通道怎么用呢 是有三种操作的啊 三种操作 第一种是发送值 第一种是 还有一种是接收值 还有一种是关闭 把这个通道关闭了 可以吧 发送值怎么操作的 你去看这个啊 就是奇奇怪怪的符号就来了 这叫什么呢 就有一种写法 就叫向左的小月号 加上一个中红线 只有一种写法 很多接触过购物语言 这是什么操作的吗 还有符号就来了 这叫小于号 加上一个中红线 它只有一种写法 不管你是发送值 还是接收值 都是用这一个符号 能理解吧 这个符号啊 通道的操作 三种 哪三种呢 第一种是 发送值 记住只有一种符号 这就给你写到这吧 只有一种符号 一个小一号 加上一个中红线 就只有这一种符号 发送值 这叫发送是吧 就写个发送吧 发送用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个channel1 拿着就写上ch1 先把它写上 发送值 你要想这个 是不是有一个数据 所以要往里面 往这个通道里面放啊 对吧 那个这个就 你把它就当成一个箭头 这个箭头描述了这个数据流动的 为流动的方向 是从一个我指径的一个变量 就放到了这个通道里面去 所以说发送值 你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写 是不是这个监管号应该在左边 相当于把这个1 是不是放到了这个ch1里面 能理解吗 这叫发送 还有什么 接收 接收的话 你想这个操作是从啊 是吧 从哪里到哪里啊 是从通道里面 是从通道里面把这个值 是不是给他拿出来 所以说你这个数据 应该怎么留的 ch1在这写 相当于干什么 是不是在他的左边 把这个值拿出来了 保存到一个变量 不是说叫r1 叫x吧 冒号当地 能理解吧 这样的话 就从通道1里面 ch1里面 把这个值拿出来 复制给了这个x 当然你也可以不复制 这样数据是不是就扔了 就丢了 可以吧 就发送接收 你之前看别人的圆码 这个还有一堆符号 是不是就很奇怪 这就是发送 还有接收的操作 还有个什么 关闭 关闭就是有一个 内置的函数叫close 咱们之前是不是讲过 内置的函数close close函数 就是用来关闭通道的 可以吧 通道的三个操作 来接下来咱们就开始 真正的去写代码 写代码了 来看一下这个 刚才是不是造了一个b这个变量 对吧 造了b这个变量之后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是不是叫没有缓冲区的通道 没有缓冲区的通道 我把这个 把一个光临 它这个地方是不是存 英特类型的数字 你给它放一个10进去 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个程序有什么效果 有什么效果 你看这在吗 从上到下执行是吧 首先呢 先打印一下这个b是不是就是个nil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就用make给它数字化了 数字化之后才能使用 数字化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有给你写容量吗 没有写容量 就是一个无缓冲区的 无缓 就是不带缓冲区的一个通道 然后呢 我这个b现在是干什么 我说要往里面放一个10啊 把一个变量10 印特类型的值放进去 能放进去吗 这里面就想 想到这里面就想那个什么呢 4乘100米接力 这个人要把这个b 这个交交b要说要给你了 接力b要给你了 有人接吗 没有人接 它这个值能放进去吗 放不进去 它就一直在这什么 卡住了 那就横住了 对呀 你程序运行卡住了 应该是什么效果 我一直行 我一回车 所以就报错了 为什么报错了 这里面有个什么呢 所有的Garrooting都什么 sleep了 就睡了 就这个死锁了 就相当于你这个程序 相当于干什么 永远就会卡在这个地方 就走不下去了 明白吗 怎么办 对吧 是不是得找另外一个Garrooting去接收 有同学说 那你再写个接收 我在下面写个接收 我写个这个不就行了吗 这能行吗 得丢了吗 对 你这个代码走到这步 才能往下走吗 不能 它怎么往下走 这个代码不是顺序执行吗 我这个往里面放 缝都放不进去 是怎么走下面 一个在北航的学校的操场上跑 交接棒 一个在北游的 它俩能传过 能发过去吗 这不都是往地上 对 都是往 你现在这个地方就卡到这一步 都走不下去了 程序都走到这一步 就不执行了 那行 我给你执行一下 这个不见棺材 还是一样的吗 你这件代码是不是就相当于 组的这个地方就永远放不进去了 那怎么办 我能不能起一个后台的狗漏停 去等着接收这个值 可以吧 你现在卡死了 是因为什么 是不是一个面函数 一个狗漏停 这个面函数 狗漏停里面是卡住了 我在它往那边走之前 我看他们写个go 写个什么 匿名函数 我在这个匿名函数里面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就等着从这个币这里面出去取值 这是一个后台的狗漏停 没问题吧 我这起着狗 我是不是相当于它这个代码 启动完之后就继续往下走 对吧 我这个地方能不能往下放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能放了 能理吧 这个代码就能够执行完了 看一下 这个有问题吗 这个后台的狗漏停 不是又加了一个狗吗 现在我起了另外一个狗漏停去跑 相当于你灭含数是一个狗漏停 我是不是又单独起了另外一个狗漏停 不去跑 另外这个是不是 它会在这卡住 它这个地方会在这卡住 你没有值 我是不是一直在这卡着 什么时候会继续往下执行 是不是它把这个值放进去了 它就执行了 对吧 我在这里面打印一下吧 fmt.plntln 在这吧 干什么呢 写上数值 这个十是不是放进去了 放进 发送到 通道中 通道B中了 可以吧 我在这里面打印个什么呢 我把这个值能不能保存下来 x的冒号等于他 可以吧 然后 这相当于 从 我写个后台狗漏停 后台狗漏停 从 通道B中 取到了 是吧 x 取到这个值 我把这个x打印出来 可以吧 这个没问题吧 这样的话 如果这个程序能够执行 我还说明什么 是不是这个地方 发送也能发送成功了 接收也能够接收成功了 执行一下 这个渠道不就打印了吗 不用加f吧 我这不多号吗 多号x吗 先打印这个字 再打印这个x的值 没问题 然后是06是吧 有没有 这里面是吧 十发送到通道B中了 说明什么 这段话是不是执行完了 下面这两个代码执行的太快了 我这个狗漏停还没来得及打印 这个主程序就结束了 怎么办 我掐死你们两个手掐死你们 给我点信心好不好 我定一个全局的这个weightgroup好吧 然后我在这里面 是不是相当于 defer一个 wg.dang是吧 wg.dang是吧 然后我在启动之前是吧 就是全局的wg.add加一个1 可以吧 这是启动这个rotein之前 我先加个计数器 在这里面 函数结束之后 我把它减1 最后干什么呢 在这等是吧 好了吧 再编写 再勾6的一下 然后再干什么 06是吧 这个地方就出来了 对吧 这个你可能执行好几次 它那个不一样的 看来都是这样是吧 也就是说你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发送你这个 因为我这个狗轮件 现在已经在它之前放置之前已经启动了 它是一直在那等 对吧 只要你把这个值一放进去 我是不立马就能拿到这个值 不行把这个话打印出来了 对吧 这个地方后面打印 其实这两个其实是无所谓的 这跟系统是有关系的 具体咱也说不了 咱也说不出来到底是这个还是这个 先打印 对 并行 你永远不要按照你的思维去理解这个并行 就是并发 到底是谁先谁后 怎么去理解呢 反正这个 我把这个值能放进去 这边能取出来不就完了吗 对吧 至于这个狗轮件它执行的快慢 其实无所谓的 我现在是只要放值它才能取到值 这个确定了 对吧 我只有把这个值放进去 它才能取出来 这才是固定的 对吧 至于你多个狗轮件到底谁先跑完呢 但是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把任务完成了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吧 这叫无缓冲区的通道 可以吧 那有缓冲区的通道它会砍吧 比如我在这里面 我把这个 这个东西怎么弄了 我拆出来吧 翻成两个函数 这个叫 放个 no buff channel nobuff就是没有缓冲区的 好吧 我把这个 在这 在这 是吧 嗯 这个位置放到这吧 放到这吧 可以吧 可以吧 这个 然后再带 再来一个 buff channel 然后在这里面 我这个币 打印不打印 其实都无所谓吧 留着吧 好吧 只是把这个make 换一下 我在这里面 是不是多加了一个16了 对吧 随便 这个数随便 写个1行不行 可以 写个1也可以 来 现在我把这些代码都给它去掉 好吧 代码给它去掉 可以吧 我现在是不是就调用它这个行数 一调用这个行数做了什么事情 嗯 是不是就打印一下这个币 默认这个币是全局的这个 channel类型的变量吧 对吧 通道类型的变量 然后呢它肯定是个nil 因为没有初始化 第二步呢 初始化 初始化的时候呢 我现在是不是给它指定了一个 容量 所以我这个通道里面是最多能够存一个 你现在是不是给我放了一个 能不能放进去 这现在是不是就能放进去了 这个程序是不是就不会阻塞了 就直接执行下去了 来我们执行一下看看 这个就go build 然后06 这不就没问题吧 装序是不是就退出了 可以吧 这个没问题啊 带通道的 你可以放个10万1万都可以 你一定要注意你存放的这个 这个值不要是什么 比如说你这里面写了个10 1万 这里面写了个string类型 这个string有点大的 这个课是有点大的 对吧 通常咱们写个什么 写个是string类型的这个 slice 不是这个slice 这个pounter 指针 可以吧 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就是你这个通道一定记得 通道里面放的值 尽量是小一点的 如果是非常大的值 你就传什么 传那个指针类型 就是传递值 可以吧 就是有缓冲的通道 和无缓冲的通道 发送值取值 可以吧 我在这里面也能取得到这个值 比如说这个x 冒号等于这个箭头 这个b取出来 然后打印一下这个 是吧 这个地方写上 这是吧 这个地方就不是后台了 统统到b中取到了x 然后gobuild一下 然后再是 6 这样是不是发送值也能发送 取也能取到 只是带缓送去的 存多了 是吧 比如说这里面写个1 是吧 然后我给它发两个值 可不可以 可以吧 除了发一个1 能不能发个20 可以吧 这容量是不是只有1 我这个10 是不是能不能放进去 这个20呢 是不是就不能了 就卡在这了 我把这个跟你写一下 这是20 你说代码会 卡到哪里 是不是卡到这里面 卡到这里面 应该是上面这句话 是不是打印出来了 下面这句话没打印出来 我给你看一下 够掉的 够掉的 这个地方有没有打印出来 上面这句话打印出来 那这句话为什么会报错呢 因为你程序就死锁了 一直卡到这儿 不可能再走下去了 没有任何希望能够走下去 所以说他就给你报错了 他就是指定了你这个里面就要放多少 水管里面要放多少 对就这个 可以吧 好我们现在改回来 要不然待会儿你回去试的时候又报错了 你就慌了是吧 这什么问题 遇到这个什么deadlock 一定是你写的这个地方有问题 你的代码是有问题的 思索了 好关于通道的一个操作 发送值接收值 还有关闭 关闭就close一下 关闭的我给你演示一下 close close 写到这 close close 这个币 把他关闭了 不关闭也没关系 不关了你这个程序执行完了 他也释放了 对吧 如果通道的话最好是记得给他关了 对吧 给他关了 不关也没有问题 他垃圾回收可以自动回收的 这没问题吧 加个地方也可以 好这是关于通道的一些操作 发送值接收值还有关闭 只要记住一个向左的一个箭头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个箭头表示什么 数据的流向 对吧 我可以往里面通道里面放值 数据是从变量到通道里面 我从通道里面取值的话 是不是就是箭头应该是什么 放到通道的左边 对吧 从通道里面把这个值发送给了变量 你记住这个顺序就行了 只有没有向右的 只有向左的 写了个写向右的 没有啊 没有向右的 好 这里面无缓冲的通道 我刚才也说了 还有一个有缓冲通道 刚才都说了 那如何优雅的从通道里面去取值呢 你通道里面如果有100个值 我怎么办 写100遍 左键头 一看就不现实 对不对 是不是得循环的 循环的从自无串 从通道里面取值 那怎么循环呢 最简单的方法是这种 写100遍 向左 或者干什么呢 咱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用什么 for range for range也是支持 从通道里面去取值的 能解吧 我们这个练习是讲了什么例子 我看看 开启狗肉艇将0到100的数 发送到拆脑中 然后从拆到一中接收值 把这个值的平方发送到拆到二中 可以吧 我们写一下这个吧 好吧 写开这个练习吧 练习一下吧 先断一下吧 我先断一下吧 我先断一下吧 我先断一下吧